哈 我想談關於就是寫作以及我工作經驗的觀點這樣 因為我平常有機會就在城市的下雪道裡面走 那在新北市的城市下雪道裡面 它有八百多公里 那在走的過程之中其實都可以聽得到別人跟我自己的回應 所以在城市的下雪道之中我會聽到別人說話的回應 我也會聽到我自己的 那我本身是公務員 那我平常就會寫很多公文製造很多公文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消費很多公文 在這不停的反覆的過程之中 其實每一個月每個月其實都做很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自己像一個罐頭 但是文學眼睛可以讓我就是用一個更遙遠更有質感的方式描述我 就是名為我自己的關頭這樣 透過這次得獎作品我想要透過賞文告訴大家說 賞文這個載體其實可以傳達更多關於比較深冷知識的東西 然後把一個城市可能它比較難描述硬派的質地展現出來 大部分人都沒有觀察天氣的形態 所以他們總會被天氣所困 那我們需要學會 所以在會看的時候我們總是約在早上 因為下午的時候一定會下雨 那下雨的時候一切就會變得困難的起來 在疫情的過程之中我覺得我的生活其實還是一模一樣 也許很多人就是會因為關在家裡面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出去 但是對我來說我平常還是得要上班 那平常上班的過程之中我就比較能體會到說 就是走出那個窗子之外的那種感覺 我會看到外送員 然後我會看到工程的例如說點工 或者是例如說模板工 他們會躲在很狹窄的那個水溝之中 然後彎著身體 然後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像是他把身子擠進一個很狹窄的空間那種感覺 所以在這些的視角的過程之中我覺得疫情並沒有影響到我的眼睛 反而可以在疫情的之中可以看到更多的事情 例如說他們大家都要吃便當的時候都要偷偷躲起來吃的這種狀況